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作品是《腦筋急轉彎2》 是由華特迪士尼與皮克斯共同聯手的一部作品 講述著人類在成長的過程中 除了身體技能逐漸成熟外 心靈層面的成長、調適以及多樣性的發展 有著極大的不同 故事延續了2015年的《腦筋急轉彎》 主角萊莉更是進入13歲青春期的開始 友情、興趣與社交的轉變 讓萊莉必須在自己最喜愛的冰棍球與友情之間做出選擇 並加入更多複雜的情緒變化 消極的阿費、內向害羞的阿修、容易教育的阿嬌 以及經常羨慕各種事物的阿牧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開小鈴鐺以及按讚影片 以下內容有些劇透,請自行斟酌觀賞 腦筋急轉彎在首集獲得極大的票房以及迴響 每個個性都有屬於自己應該掌控的時間 但為了確保角色的正向發展 保持熱觀取向的樂樂成為了主要的負責人 也在首集的結尾了解 每個情緒變化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當然這次青春期新加入的四個角色也不例外 角色舉動不能完全任由所有情緒給擺佈 隨著記憶累積的經驗 大腦創造了包含來歷核心人格的記憶和感受的自我意識加入 自我意識不外乎集結各種記憶所創造 單方面情緒都無法控制的中心思想 讓作品的可看性更加全面提升 在過去幾次迪士尼作品的迴響 腦筋急轉彎2可以算是救回對於迪士尼動畫的其中之一 第二集的部分比上一集內容更加豐富 被排外了就情緒在爭執的過程讓我們看到更人性化的一面 情緒角色互動上更加細膩 尤其在阿嬌控制不了來歷的情緒管理 流下眼淚更讓作品感受到 所有情緒變化沒有辦法用單一個體去呈現 同時也知道作品未來要延續續集其實並不困難 一來人是有多個階段性 再者新加入的情緒變化 在作品的解釋是早已存在的情緒 只是還沒有上工 當然在冒險的過程中也保留一個深刻的黑暗的秘密 當然到了結尾因為大量的非樂觀的記憶片段再次湧入 也終於把目前的情感一次集中成為完整的心靈狀態 畢竟人不可能只有保留好的記憶 不愉悦的記憶也是重要的一環 作品雖然是以全靈相的方向做出發 也在冒險中新增有趣的醫治節目的互動 不過隨著主角逐漸成長 青春奇這個情緒話題 確實是一個自我探討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許多人對於新加入的阿嬌抱持著比較負面的看法 但我看來角色之間對於情緒拿捏的程度也都還在學習階段 可況這就是青春奇最大的特色之一 學習情緒管理、認識自我一直都是不簡單的課題 其實首集的樂樂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還是回到前段所說的 所有情緒變化沒有辦法用單一個體去獨立支撐 否則就會失去生物本身的多樣性 整體作品比首集更值得觀賞 看完《腦筋急轉彎2》 綜合評分的話我會給9分 以上就是我對作品的心得分享 最後在影片結束之前 別忘了訂閱開小鈴鐺以及按讚影片 我們下次見,掰掰!